能往这个电场的周边去贴了 钢铁进的一个位置 侧应该还有强线 还可以 5S要SR 是米里去放到VP两人 但是还是被Perfect在围墙外面给打掉 没办法 GX还会被另外的方向抽的 他们的烟已经用完了 马上背后TSM都能抽到他们 VP还能救 主要是正面 因为GX只有两个人 刚才有一个对于NUHP来讲 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肩忌的两个人 帮NUHP探了拨信息 对 然后分数又被NUHP拿了 是的 这很关键 现在NUHP知道北边围墙外 还在互相的交战 然后南部环岛排入人数不多 这些都是NUHP所已知的信息 眼里在这里被打下来了 没办法 GX当时就已经差不多这个结局了 他们在那一波没把VP给推掉 那NUHP前点有支援 后点有架枪 这条马路 不会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因为实在平周边那边 舔了碎了包之后 还可以反手给兄弟们扔烟 得看队友能不能下得到 等队友给信息 周平岩这个位置 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身份 这个过点 有个小危险啊 VP会吃到一点 蓝贴附边缘的伤害 击发出手 别摊枪 男嘉宾放倒了一个 自己是个残血稍微的稳一稳 我觉得这波就是周平岩别摊枪 稳住 打到一个你是血赚的 刚好抬起了血量 你要求侧翼拉开枪 现在周平岩出手又放到了马出令死 这一侧侧翼的收割 漂亮 还能够帮忙补枪 漂亮漂亮 还剩最后一个了 那个人好像是在电场里的围墙 那个位置 这就不用急了吧 只剩卢了 不用打得这么 小心 拖点 小心 幸好没有被抽掉 这波 这是美洲内战 SSG在防守TSM TSM应该是吃了第一波提前的道具 下来之后就是全残了 去搞TSM那个包 是的 这场的话 SSG作为原住民拿了不少分了呀 七个淘汰到手了 高达第一 又拿下一分 是的 这俩兄弟 虽然说这是两个人 从纸面实力上来说 并不是我们所谓 这个非常看好的就是 Pero是能抽把的 这波要主动压进了 这次测试分看一下 Pero能拿多少分 这个是这个时候 小叮当出手 先打补一个 没有封好 这边推子有点急了 这个雷 哇 Navi 我感觉这分有可能不是打打瓦的 很可能会是Pero拿掉的 会得有点遮挡视野了 在圈内啊 就是火焉各种抽 又一发手了 又一发手咧 小叶 管以颜色 现在目前Navi 满面被完成了 只剩一个人 Navi 你要活下去啊 SG拉出了 这波D打高 近点来人 暴龙哥拉出来 这边一撕血 是不是 啊 这是首尔埋在烟 这边被反打了 但是还能救 这个八圈往北边切了 Navi直接踩到圈里了 这把Navi应该是大概率要击了 是的 Navi已经五个淘汰了 Pero还流量上车 但这波明明是一个人拿大炮点倒两个 是的 四打二打二 现在Navi跟Navi还要打 分别给别人 是的 真不好看 恭喜Navi 不过还行 就少拿一个淘汰分 19分 是的 PCL两连击 还剩三把 兄弟